天冷了,今天鸡肉不白切 我们来做一道很适合冬天吃的做法 先来把鸡砍一块 我们先来把鸡腌制一下 用少许的盐 一勺淀粉 还有胡椒粉 少许的蚝油 来点生抽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放一面备用 另外准备香菇10朵 红枣8个 挡生2根 北芹小许 枸举一小把 姜2块 先来把香菇泡发 把红枣去和姜切片 广生切片 会远的香菇递减掉 把它冲洗一下 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准备好的药材全部倒进去 盖上锅盖烧开后煲10分钟 时间到 现在来把腌制好的鸡肉放进去 把它冻一下 再盖上锅盖继续煲多1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好漂亮又香 好了可以关火了 这道客家油水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汤汁鲜美又汁嫩滑 冬天把它当成鸡汤火锅 越吃越暖和 营养又味美 能吃越南不炸 虞犯 比方 court吃越南不炸 又味也太软了 好像串屋 虞犯 费来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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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去吃 因為我們要用報紙來做槍 碰碰臉